来我看下一位小骑士在小骑士的谚语中 别上了 说 给丁哥给你个活 前前几天跟同事吃饭的时候 同事给我给我说了一个观点 嗯 然后然后你来你来听听啊 就是他说 现在中美两边的那个像不是啊 这种高端一些的人才 嗯 他乐意留美不愿意留 他他不愿意回去 他觉得他们他说觉得 呃 国内的那个科研环境 呃 太太差了 不 就是不太 呃 怎么说就是 就是太功利太官僚主义太怎么样 然后美国这边 呃 科研叫纯粹 人比较 人比较单纯 就做科研的那些 然后就两个问题 问题一 你的那个朋友在美国 哪个科研项目当中提出的学术论文 第几座者出现过他吗 问题二 为什么叫美国这边你在哪 啊我在美国 我在我在归国 啊你在归国 你的朋友写哪个学术论文了 第几座者 啊 他本来是要去读博 然后没 然后最后因为其他的原因没准 然后他确实也有很多博士朋友 嗯 这是这是他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在美国你听说过就是那种高科研呢 国内干的活最多 最累 然后一写论文第一座者第二次第三第四都没有他们 听过吗 啊再再再再说一遍 就写论文不有第一座者第二座者吗 嗯嗯嗯 连第四都混不上 听不听过我只是问我只是问你听不听过 我知道我知道 哦你知道那你当时你朋友说这话说你没说这事 我毕竟他毕竟是同事啊 当时当时还是爱与面子没有去直接我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 嗯 因为我不对我对国内的那个科研环境我不了解 嗯实话实说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科研 实话实说有一些科研项目确实国内有 你别说不行还没有呢 那确实是没有人家度过这个实话实说 因为他首先弄的也早 他们那边弄的也早 但是国内再扶植再弄的 可就不见得比美国的这个差 因为首先从人才上来讲我们自己也有 我们这我们这也不是没有老外 对不对也该用老外的包括海外留学回来的 这个也都是有的 那你像比如说你说 博士都愿留在美国不回来那你有没有具体数据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啊 能不能咱们查一个具体数据 比如说2023年累计1月份到12月份 累计一共出去800多个博士 就回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探讨一下 你朋友数据你有数据吗 我没有啊 所以我当时我也没办法去 那是凭感觉吗 就好像一张嘴说 你说为什么现在有钱人都愿意上美国 国内有钱人多了去了 怎么就都愿意上美国 对不对 其实当时就是 当时也就跟他聊 跟他聊这个事 我就当时怎么说呢 他这句话 我没自力去反驳他 但是我又听着觉得特别怪 然后又碍于情面 又不想当众的说的太太重 而且当时是 我告诉你 人一定要有性格 你的情况其实怎么跟他说 你就直接去 你刚才把我 刚才问你的数据直接查出来 你看他们共评说80%都回来了 我也可能是他们猜的 你好不好奇去查一下 到底回来了多少 到底有多少不回来的 甚至是短期不回来 还是永远不回来 短期不回来了 比如说有一些人 现在就是毕业了以后 想回国 父母也好 对接单位也罢 说不行 你现在回来 你只是拿学的一毕业 你还得在工作室什么的 熟悉两年 他到底是什么 什么一个情况 怎么去运作 你再去待两年 好假如他再待两年呢 他要他因为这个行 你是忍辱负重也好 那个还是说在那享受两年也罢 就是他得在那学学经验 把东西学得七七八八的 再拿回来 假如是这样的话 怎么说 对不对 你朋友在说的 所谓的博士都不愿意回来 这个都我怎么说 对吧 我现实也是见过很多高学历 在美国把自己 把自己憋得跟疯子一样 说话就是已经开始神志失常 那种被迫害往前这 你应该见过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呢 就是很多偏执的很多很多怎么说就是生活不不太不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子 哎 落差太差 时间长 时间长太压抑 我告诉你 越是学历高的人 越是大家期望大的人 越是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反而 驴马烂的 是能敢于承认的 比如我就是驴马烂的 我在国外待了15年 我就承认我这15年其实混的很一般 混的狗肚不是 去了以后是个选择 当时我也做错了 但是不是谁都能做 谁都能说这话 当时可能是托付着所有人的这个希望 上国外去吧 学吧 你一定要一飞从天 跟美国一定有一番作为 家里面各种各种予以众望 然后社会上那么多 那么多那个支持他的声音 那么多反对他的声音 不行 别这口气 我跟美国也混出个一二三了 结果混不出个一二三压力把自己压死了 就这种人太多了 他不像国内有这么多生活 这么多什么就可以做 没有那么多生活生活条件 你在国外 你也知道你在加州可能还好点 你不在加州的 在外面搞科研的有啥呀 下班不回家上哪啊 你在哪个州啊 说的是 应该之前跟你跟你聊过 聊过就是关于回国的 聊了一会儿 当时问你 当时问你说 国外20万和国内50万的收入 那边生活比较好 那你怎么还没回来呢 你怎么还没回来呢 没嫁呀 没嫁 啥时候能完事啊 这是那个盛朝带逃小公主 她老公啊 是吗 还记得了 你俩不能到时候整的 好像把硅谷夫妇杀其他人啥的吧 你俩现在有矛盾吗 你别说那会就是 别说那会就是 你俩感情挺好的 我也在追 我也在看 我也在追踪那个事 你媳妇现在挺好的 挺好的 你刚刚对见 你媳妇在你身边吗 工作进展也不错 嗯 你媳妇在你身边吗 她在里面 你能叫她一下吗 干嘛 你叫她一下 她在听 她在听 她在听啊 我给你两口 我给你 你要不拉她上来 你俩身为 你俩身为两个 中国籍 硅谷高材生 尽快学一番造诣 抓紧回国 我要提醒你俩的是 你俩 你们两个BY灯牌灭了 现实混的一毛钱是民币都没有了 她给我申请的信号 这个我没用多久 不好意思 嗯行 嗯好 去吧 加油学习吧 等到那个回 等等等到我回美国 给你俩带点 带点国内的 牛肉干是啥的 尝尝 可以啊 你现实你都没吃过 你没吃过 你哥美国一口好药 没吃过 你多长 你哥美国去过KTV吗 去过一次吧 待几年啊 吃几年啊 洗过酒吗 小过酒吗 你这问的 这几年啊我哪记得那么多 我忘了 哎不说有那个有那个有一个软件 就是这边就是你要好比有啥东西 你媳妇你媳妇手机拉家了 你点个软件来了 跑腿给你媳妇送单位去 有那软件吗美国 好美国时间现在几点 现在下周早上9点啊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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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9点能点着啥外卖啊 哈哈哈哈 到那次啊 华福店 刚刚刚刚在家吃完早饭 自己在家自己在家做呀 对啊 对啊 硅谷现在一碗面条二十几啊 有段时间没去吃了 哈哈哈哈 他在看他在看他在看Uber Eats 哈哈哈哈 看Uber Eats 没有中餐 中餐馆11点才开门啊 不用看了 啥也没有 除了麦当劳走餐 嗯 除了麦当劳走餐 麦当劳走餐 JACK IN BOX 你也没啥好吃的了 你现实你俩一口好肉吃不上 你看我光光炫看 馋不馋 我吃点馒头 想不想去KTV 充点奶茶 吃点馒头 就早饭就过不出来 想不想去KTV呀 你馋的是深夜半方 你馋的是深夜那个 深夜直播间的 不是我们 我凌晨 我凌晨四点钟 能吃着蒸汽羊肉 能吃着老北京同伙锅蒜肉 能吃着吗 我昨天晚上四点钟 前天晚上四点钟 吃哈尔滨烤肉 吃过吗 还说你俩 行了去吧 把灯牌赶紧挂上 拜拜 拜拜 嗯 两个孩子他俩是